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們在考恩縣 幫粉絲, 即是說他的先生 郭諾森, 即是說 把骨灰塔, 金塔, 撞在地上 這個位置是非常不錯的位置 但以灰土壯來說, 現在很多人潮流很輕 為甚麼? 始終有些人說 不如選擇一個好位置 希望自己的子孫風生水起 早期放在金塔的位置 現在經過了, 查了, 真是非常好 現在他想更加興隆, 更加順利 因為他的兒子已經在新加坡做工做得不錯 即是說, 女兒在吉林坡做工都做得非常滿意 所以他想更加帶動自己的生意興隆 即是說自己的工作順順利利 得到嘗試的寵愛 甚至財、銀錢一尾陸續來 今天我們來到考恩縣這處 這裡很多都是骨灰土壯的 這是福地的靈位 這樣你們要記得 你們賣位時賣給祖先或先人 最重要是選對你的位置 每個位都有去的風水 每個位都是有很漂亮的風水位 但為何有些人安放下去 看不到效果 但有些人安放下去後看到效果 這是一種旗詞 第二的其次就是 最重要是這個骨灰土壯是否真的可以做風水 是可以的 連金塔也是可以做風水的 因為現在師傅在後面唸經 等師傅唸經就輪到我唸經 又要我去做事 當我們還未埋肚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放一些寶物 進去穴位 因為放甚麼來說 這個就要看你的五行 應該適合放甚麼 不過我曾經說過 不要放龍 不要放皮柚 千萬不要放這樣的東西 你明白嗎 因為第一 先人我怕他不受得 第二 放錯位來說 這樣就會洩氣 因為人家所說 藏風聚氣 因為藏風聚氣來說 最重要是風在上面 就一尾有風吹 東南西北也是很重要一點 不過始終最重要 都是裡面最重要 福地的洞位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是叫後位 活口位 也是叫生氣位 也是叫財氣位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裏 就要等師傅念念經 我們就要去做風水 所以人家為何坐大車 為何人家住大屋 即是說不用兩年 人家就做到純利利 風生水起我不說 最重要是你純風純水 兩餐三餐無憂 人生又真是不錯客 所以大家要記得 如果不理你骨灰土壯位也好 無地風水也好 無地 給你的先人或金塔 一定要選一個好位 你們可以找我 我幫你選 第一 第二 選了一個位後 適合了祖先 先人 然後還要計算 即是說 自孫是否正確 因為你適合祖先 不適合自孫 也是沒用的 你愛雙贏 雙管齊下 祖先要的位 愛靚位 即是說要腹位 這樣 自孫就要財位 很多人中生肌 生肌有分 即是說有很多種類 有腹肌 有仇肌 有財肌 有懸肌 其實在馬拉里沒有人做這些 只有做生肌 所以生肌很多人都是用頭髮 以及用指甲之類來做 或者用過物件的東西 或者你的頭髮剪多少下去 其實我們做腹肌 財肌 以及仇肌 是不需要以上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 地上的東西在下面 我們看不到 是否有藏水 如果是有藏水 就不是老禮 大家都明白 不過骨灰土壯 這一排 一部份已經訂了 但還有很多財位 等待你的先人 你這裡選擇位給他 希望你們做子仙 真正如說 順風順水 因為我們選給你是很重要的 即是也是那句說話 你好我會更加好的意思 所以等師傅念言經之後 我就要做事 不過我們做事 我們通常不好意思 有很多粉絲說 師傅你拍攝吧 給我們看看 即是說裡面放甚麼 其實我很想的 但住家是不給的 因為這些是私隱的 我們不會即是說 上網打格仔 即是你打格仔沒有東西看 都不知道你做甚麼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會站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放東西 那些通常是私隱我們 不可以洩漏 因為這個 去自己的親人 有些親人 兄弟那些都不和的 讓我們知道了 哇你的祖先 福地裏面放些甚麼 即是說有些人 有些人 心不是很好 心懷不軌 我們來說 可能會做些事 令到風水 這個就破了 都會有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 土葬風水來講 是非常流行的 而且效果會看到很快 不過要看你要放甚麼寶物下去 即是說子孫 益子孫 比祖先 在福地那裏 場面歲月 即是說 舒舒服服的意思 他現在睡得安樂 子孫就富貴 他睡得不安樂 子孫就閉矮 所以大家要記得 土葬風水要選位 你們不懂選 我幫你選 土葬的也是我幫你選 沒問題 雖然聯絡我是很艱難 為甚麼 因為太多粉絲 現在有多少個粉絲 看到嗎 因為現在認定 有很多粉絲 不過我和你是一個緣份 真是緣份 你請到我是一個緣份 因為我真的太多人邀請我去做事 因為每個人都看到效果 尤其是我們的貴人符 真是共不應求 不過你不用怕 下一批將來 全部都將來 他們稍安無躁 好嗎 所以我要記住 我們做甚麼都好 一定要用快見效 看到效果 每個人都會接受 如果做了之後 還是默默的 沒有聲沒有氣的來說 肯定是有其他的因素 協調一下 看如何做 所以大家要記住土壯的風水是非常重要 和金塔的風水依然很重要 金塔已經做過風水 到時我會和大家說怎樣做風水 好嗎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此為止 有什麼事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 其實土壯風水是很講究的 甚至乎一般 你看看 這裏很多都已經七七八八 所以有些人說 我還未過世 我想買個地 怕被人搶光 是好不好 其實是見仁見知 你說不好又不是 你說好去又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選擇得對 可以做風水 就讓自己做個手機 希望自己身體健康 這是很重要 但剛才我也有說到 土壯風水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把骨灰 放在地上 我們叫做土壯 這叫做風水 你明白嗎 所以說 尤其是你看前面 有河流是很重要的 你要看四面環水 有沒有環水 環山 這樣你看到 有些人 去本身 去五行 不可以對峙的水源 你就不要向自己的水 因為不受得 一些人去受得 或者去缺少了五行缺水 我們必然要找一個水流的地方 那裏幾塊大石 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河流 雖然是人造的 人工造的 但你們都要注意看 還有你看看 直接打到外面那裏 前面 看到嗎 很闊位的 這個水塘 所以你看看周邊 全部屯林圈 好像一個山 圍起來 最重要是喉有靠山 為何祖先 喉有靠山 子村肯定得迷 所以說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明白 土葬骨灰風水 對每一居人都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人 就是說 我已經是骨灰塔放了長年 我都很好 我不想移動 都是可以 如果你要更好的 就另當別論 所以大家希望自己知道 剛才過程的儀式 我們的風頂 我們不適宜拍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在這處 現在做了風水裏 我手上拿著一個寶物 但我不可以公開給你們看 這個是主家的東西 這樣的寶物 已經有放了東西在裏面 因為你不放了風水的東西在裏面 是幫不到她的子孫 包括她的太太 所以大家要記得 因為最重要 你要黃你的子孫 你的子孫 如果是越黃 即是說正名祖先 即是說你的先人 在這處坐島 或者躺在這處 就會比較安安樂樂 子孫容易賺食 要記住 OK 今天和大家說到這處 再見